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理论和他的创作 那么陈子昂呢 自博裕这个子周摄红人 那么陈子昂的思想和他的这种文学主张 我们呢 再简略地介绍一下 那么陈子昂的思想呢 他是相对而言比较复杂 他好佛老 就是佛教和道教他都信 牧神仙 他又相信启牧这种神仙道教 而且呢他是任侠上戏 那么可见这是一个思想比较复杂的人 但是占其思想主导地位的呢 还是那种这个奸济天下 匡视济明的儒家思想 这个明清自济的这个思想家 王夫之呢 说这个陈子昂呢 说此人非但文士之选 且是大臣之才 那么这样一个人 那么他的政治理想必然会影响到他的这种文学思想 那么所以 与他的政治理想相对应的是 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呢 也是极力主张啊 恢复风雅心迹的传统 那么这个主张呢 集中体现在他的修足篇序当中 那么在修足篇序当中啊 他是说 文章倒闭五百年已 捍卫风骨 敬送莫传 然而文献有可真者 朴霞石观 奇梁兼诗 彩力尽凡 而心迹都觉 没勇叹 思古人 藏恐威仪颓迷 风雅不作 以耿耿也 那么这里 什么叫做风雅心迹呢 风雅心迹 指的是诗经 所树立的那种 笔心每次的传统 也就是要求诗歌 批判现实 真贬实弊 不平则明 那么 什么叫做汉卫风骨呢 汉卫风骨啊 指的是建安时期那种 感情饱满 内容刚健充实 表现了工业理想 和人生意气的诗歌 那么 这篇序呢 在当时 具有极为重要的诗学意义 首先 陈子昂 在诗歌史上 首次呢 将风雅心迹 与汉卫风骨呢 联系了起来 那么陈子昂 在批判那种 彩力尽凡 而心迹都觉的 奇梁文风的时候 提出 将风雅心迹 和汉卫风骨呢 作为创作的一个榜样 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呢 指出了一条 健康发展的道路 那么 其次 陈子昂要求诗歌 具备 古气端详 情音顿挫 光音朗链的一种 美学的风貌 陈子昂呢 他不仅提出了 他的一种诗歌 理论主张 而且呢 他在他的创作当中 也同时实践了 他的理论主张 比如说 他的代表作 敢于三十八首 即是如此 我们先看其中的 第三十五首 诗宗写 本为贵公子 平身十爱财 赶时思报国 拔剑起薅来 西时丁灵塞 北上禅于台 敦山见千里 见千里 怀骨心悠哉 谁言未忘祸 磨灭 沉沉埃 那么 这是陈子昂呢 他 第一次 随着这个唐朝的军队 北征时候 写下的 那么这首诗呢 抒发了他 清临沙场时 那种慷慨激昂 不刚寂寞 同时又壮志 难愁的那种 这个激烈的情怀 那么这首诗当中 表现的主要内容 就是儒家知识分子 建功立业的那种 理想色彩 以及他的这种理想 遇到阻碍时 所迸发出来的那种 欲薄悲情 那么这样的感情 这样的色彩呢 就是陈子昂 所提倡的风骨 那么我们再来看 他的另一首 这个感育当中 的另一首 这个蓝若生春夏 诗宗写 蓝若生春夏 千微和青青 幽毒空灵色 朱蕊茂子静 迟时白日晚 鸟鸟秋风生 睡华静摇落 方意静河尘 蓝花和杜若都是这个 美丽芬芳的这种香草 那么他们在春夏之际 茂盛的开放 那么他们是那么的美丽 红色的这种花蕊呢 开在紫色的花茎上 如此美丽的花朵 让整个树林里 其他的花木都黯然失色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 秋天就怎么样了 不知不觉的到来了 秋天到来以后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草木都开始凋零 都开始衰老 那么当然兰花和杜若 也不例外 那么香花香草呢 到了秋天呢 就纷纷摇落凋零 而香花香草 都是希望能够在自己 最美好的季节 能够为人所欣赏的 但是他们生长在 幽读的这种树林里面 那么他们的这个心愿 也随着这个秋天 而他们的这种心愿 也就无法实现了 那么这里这首诗呢 诗人显然是借楚词当中 这种用香草凋零 美人驰木的这种笔心手法 来含蓄的书写诗人自己的 诗人自己的 这个有着一种雄才大略 但是他没有碰到一个 欣赏自己的人 能够重用自己的人 所以他的这一生呢 就像那森林里的 这个兰花和杜若一样 虽然有美好的愿望 但是却难以实现 那么这首诗呢 就用了这样的一种笔心手法 表现了诗人自己呢 美好的理想 无法实现的一种 深沉的痛苦 那么在陈子昂 敢欲38首当中 虽然也有一些 感叹人生 祸福无常 追求影异成仙的作品 但大都是这个 风雅心迹和捍卫风骨的 一种结合体 比如说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陈子昂的 《登幽州台歌》 世宗写道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幽幽 独创然而替下 那么关于这首诗呢 陈子昂的朋友 卢常佑呢 在这个《陈氏别状》当中 说 这个当时呢 诗人是随着这个 将安王五优仪 出征的时候 与这个五优仪的意见不合 受到了这个 五优仪的打压后 那么当时呢 就登上了这个 济州台 也就是这个 幽州台 从而写下的这首诗 那么幽州台呢 它是一个 有着历史典故的 这个地方 据说呢 当年呢 这个燕昭王呢 为了招纳天下的贤财 于是呢 铸台败将 建立了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呢 是铸台败将 那么 这个幽州台呢 是古代 圣明的君主 李贤下士的一个象征 那么诗人呢 登上 死台 那么 辅经追悉 于是呢 感慨万端 那么 人生呢 这个 是 如此的 短促 那么 向前呢 我 我 无法遇到 燕昭王 这样的 贤命的君主 那么 以后呢 也可能 有贤命的君主 出现 但是 我 又不会遇到 他们了 那么 所以呢 在这 辽阔无垠 无穷 无尽的 天地 时光当中 我个人 是多么的 孤单 那么 与天地的 永恒相比 人生 又是多么的 短暂 虚幻 所以 缅怀前嫌 感时 伤己 悲从中来 从而 创然替下 那么 整首诗呢 他表现了一个 感觉到 新时代的脉搏 急于 有所作为的 青年诗人 深深感到 英雄无 用武之地 和时不我代的 一种 巨大悲哀 那么 这首诗呢 他突破了 一时一世的 局限 表现了一个 高导者 得风气之先的 伟大的 孤独感 那么 陈子昂的 诗歌理论 与诗歌创作 对 唐诗的变革呢 可以说 具有 关键性的意义 他不仅在 文学上 而且在 精神上 影响了 后代的诗人 像杜甫啊 韩玉啊 刘克庄啊 袁浩问等人 都对 这个 陈子昂 追 建安之风骨 变 奇良之 奇迷 寄心无端 别有天地 的这种 历史贡献 与艺术成就呢 给予了 高度的评价 那么 这是 初唐时期的 几位 出色的诗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